日前在最新一期的《无限歌谣记》中 依依因为一直唱不好 怕拖累李荣浩而忍受不住压力哭了 李老师暖心安慰 用自己的故事帮助依依走出困境 原来李荣浩20岁时曾遭遇一场死亡车祸 肋骨断了五六根 其中两根更差到肺中 右腿也翻转180度伤势惨重 医生一度发出病危通知 只好住院一年情况好转出院 他决心赴北京闯荡 却在北漂三个月时 父亲罹患血癌病逝 痛苦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 李老师的父亲在李老师出车祸一年后就去世了 在去世前对李老师说 你过了今天 以后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 没有什么事能大过生死 我先出了很大的车祸 后来我爸爸就在我出车祸的一年之后就去世了 我爸爸是我这边最好的朋友 我能一直谈急着做这事吗 他有很大的功劳 因为我妈就很反对我 我说你怎么样 他说你做教育教育你妈吧 好 我知道了 然后他说荣祸 他说你过了今天了 就以后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了 您听得懂吗 我说你会怎么做的了吗 我还能够 Flan der忧